我们开始复习Calculus的内容 我们第一部分 我们第一个我们开始讲这个极限的运算法则和求极限的一些初等的方法 就是Limits Limits Loss就是极限的运算法则和一些初等的方法 我们先看极限的它的一些法则 这些法则我们是可以直接用的 我们假设这个在X趋近A的时候 Xapproach to A 那么Fx这个是等于A X趋近A的时候Gx这个等于B 那么对应的就一些运算法则 第一个它们加减的两个函数相加或者相减的这个Limit 等于它们的Limit相加减 这是等于A加减B 那么它们相成的这个Limit 是等于它们Limit相成 那么第三个那么这里我们当然我们说AB都是有限数 一定是一定是有限数 如果是Infinity 那我们就不能用这些都不能用这些Loss 那么Limit如果是Infinity 它我们认为它是这个Limit不存在的一种情形 第三个是他们除法相处的这个Limit 它是等于Limit相处 那么它们的指数 这是比较一种特殊的情况 这是我们Base Base的Limit 好指数是指数的Limit 当然我们有一个要求 这里在第三个里面我们B不能等于0 第四个A是不能等于0 A不能等于0 而且A也不能小于0 这些是基本的Limit Limit Loss 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立体 因为这个不管是在Calculus 还是APCalculus里面 直接考的这个机会不大 但是这是所有计算器 它的Limit的一些基础 因为我们要确定这个可不可以应用 或者是我们要先应用这个Limit Loss 来确定它是不是 它的Limit是不是存在 或者是不是可以直接计算 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 例如说AB有一个是Infinity 在第三个里面 如果B等于1 或者是在第四个里面A等于0 这个情况 那我们怎么处理 那我们要学会先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可以应用 这些Limit Loss 是不是可以先直接应用 那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立体 X区近于-2 3X4次方加上2X平方-X加1 那我们看一下 当X区近-2的时候 X的4次方就是16 这个就是3乘上16加上2乘上4 再减去-2加上1 因为是Polyromial Polyromial的极限 我们可以直接把X值都带进去 那就是48加上8再加上2再加上1 11随时等于59 这是相加减的 我们再看一个除法的 X区近2 2X平方加上1 这是X平方加上6X-4 我们看一下 分子的极限 2X平方加1 这是分母的极限 是X平方加上6X-4 那么分子的极限 是2乘上4加1 就是9 分母是4 4加上12-4 它就叫12 所以这个给你4分之3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带进去 因为分子 因为第二个 除式里面 除式里面 分母的极限是12 分子的极限是9 两个都是有线数 那么第一项里面 就四项里面 每项都是有线数 它们都是相加减 我们可以直接带进去 没有无穷大的情况 好 那这是我们可以应用 这个Limited Laws的时候 那我们看如果说不能应用Limited Laws 那我们有哪些方法 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是这个约去一个公因子 叫做Cancel 那么Factor 这些都是我们出的方法 例如说Limited X趋近于 那例如说X趋近于1 这是X平方减1 这是X平方加上X 再减2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应用这个Limited Laws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 我们把X等于1带进去 以后分母是1加1减2 分母就是0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B等于0 这个是不能应用 不能应用这个Limited Laws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看到B等于0 而且A也等于两个都是0 两个都是0 而且两个都是这个Polynomium 我们根据这个Remender Theorem 我们就知道分子分母都有一个Factor 应该是X减1 然后分母分子是X减1加上 乘上X加1 那分母我们用Factoring的方法 那么就是X减1和X加上2 然后我们把这个Common Factor约掉 X减1这个Common Factor约掉 因为我们X这里讲的是X趋近于 但是X并不等于1 它只是很接近于1而已 所以X减1它是不等于0的 所以这个时候约掉了以后 就变成X加1除以X加2 然后再带X等于1进去 所以是2三分之2 这个时候我们看分子分母都不是0 这是第一个 我们再看第二个 X趋近4 X趋近-4 这是X平方加上5X加上4 然后是X平方加上3X减4 因为X趋近-4 我们看一下分子是16-20加4 那就是0 分母是16-12再减4也是0 所以它们肯定有一个Common Factor X加4 那我们用Factoring的方法 那么这是X加4 这边是X加4 分子是X加4乘上X加1 分母是X加4乘上X减1 好 那我们约去这个Common Factor 那我们就得到了 X趋近-4 就是X加4乘上X减1 那么就是5分之3 分子是负3 分母是负5 那这是对多相式 Rational Function的时候 就是分子分母都是多相式的时候 就是Rational Function 我们可以约去一个通音组 好 第三种方法 我们就是叫做Rationalize Rationalize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根式的情况 第一个X趋近于 X趋近于9 我看一下 用这个 X趋近7 根号下 X加2 减3 X减7 那么我们分子分母都是区域 分子是3-3 分母是7-7 那这个 好像没办法用 这个不是多相式 因为分子不是多相式 所以我们前面的方法我们不好用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分子有理化 那就是 因为分子有理化 我们就把分子的根式去用 有理化的方式 我们使用平方差公式 我们乘上一个减的我们就乘上一个加 那分子是X减7 那就还要分子同时乘上X 更好下X加2 再加3 那么把分子有理化以后 有根式的话 我们经常是有理化 那X加2 再减9了嘛 平方减平方 更好下X加2的平方 那就是X加2 3的平方是9 那这分子是 二分母是X减7 乘上根好下X加2 再加3 这个我们不变 那把分子 写出来就是X减7 这有X减7 然后是根好下X加2 再加3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X减7 这是common factor 约掉 约掉以后就变成X减7 那1除以根好下X加3 X加2 再加3 然后再把7带进去 就是六分之一 有根好的情况下 根好相减 那我们根好相减 然后根好相加 我们都是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那我们看第二个 X去进无穷大 根好下X平方加上X减去 根好下X平方减X 那么出现根好相减 或者是根好相加 那我们看这是无穷大 减无穷大 无穷大减无穷大 因为我们是相当于是我们Limited laws A和B都应该是有限数 所以这个没办法减 没办法直接减 我们说它是0吗 不一定 因为区间无穷大的速度并不一样 说它是1吗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也使用有理化 这是不可以使用Limited laws的 你不能直接说0 无穷大减无穷大 它不等于0 这种它不等于0 我们要知道这一种 知道这个情况 知道这个结论 那么根好相减 我们就像前面一样 我们有理化 那怎么有理化呢 我们这是根好相减 那我们就乘上一个根好相加 好 那么我们也除一个 我们乘了一个 我们就要除一个 把分子 好 x去进入重大 那么我们把分子 乘进去 平方差公式 利用的都是平方差公式 那么就是x平方加上x 减上x平方减x 分母是 更好下x平方加x 加上更好下x平方减x 那么分子 那么分子变成2x 分母变成 更好下x平方加x 再加上更好下x平方减x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是无穷大 比无穷大的形状 这还是不能用 这还是不能用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分子分母同时除一个x看看 好 那我们除以x 那这是 这分子就变成2 分母是更好下x平方加上x除以x 再加上更好下x平方减x 再除以x 实际上分母相当于是2个x 那我们把x拿进去 因为x当是等于x平方再开根号码 当x大于0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子认为 可以这样子算 如果x小于0的话 那么就是负的 那就变成了 这是x平方 相当于是x平方加上x除以x平方 再加上更好下 这是x平方减x除以x平方 x区间无穷大 那么这是2 更好下1加上x分之1 再加上更好下1减x分之1 那我们知道 x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x分之1一定区间0 x很大 越来越大 那么x分之1就越来越接近0 所以分子区间2 分母区间1加1 所以是2 分母是2 分子也是2 这是有力化的方式 好 那我们现在看了两种初等方法 第三种初等方法 我们叫做比较无穷大的接 比较无穷大的接 比较无穷大的接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出现分子分母 都是无穷大的情形 我们就把它们除以最最高阶数 x区间无穷大 那是5x平方加上7 3x平方减2x加1 因为是x区间无穷大 所以说 x平方区间无穷大的速度 比x和 比x 比任何的x一次方都区间无穷大的速度更快 所以我们同时除以x平方 所以我们同时除以x平方 那就变成了这种 那分母就是3减去x分之2 加上x平方分之1 那我们看x区间无穷大的话 这一部分区间0 这一部分区间0 这一部分也区间0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了 分子区间5 分母区间3 这个时候就有极限了 分子分母都区间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除以最高的那个阶 3x加上7 这是x平方减2x加3 那我们除以分子分母的里面 最高阶的 那我们除以 在这里就除以x平方 就变成x分之3 加上x分之7 然后这是1减去x分之2 加上x平方分之3 分子全部区间0 分母区间1 所以这个是0 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结果 如果分子的阶高 那是无穷大 分母的阶高是0 分母分子分母的阶是同样的话 那么是他们首相的系数之比 好 这里是 这是同阶 它的limit是 我们就是首相系数之比 它的limit 我们写成an比起bn 那这个是分子的阶高 分母的阶高 那是0 好 我们解释一下就行了 那么再看 x趋近无穷大 如果是 好 如果说是x四次方 负x四次方 减x三次方 加上7x 这些都是正无穷大 那么x三次方减2 我们除以x三次方 除以x四次方 那就是负1 减去x分之1 加上x三次方分之7 那这是x分之1 减去x四次方分之2 分母趋近0的右边 分母整个趋近0的右边 因为这个 这个比这个大 这个趋近0的右边 整个趋近0的右边 而分子趋近 分子是趋近负1 负1除以0 那这个是负的无穷大 或者你除以 或者你除以 这种也可以 你除以分母的最高阶 那就变成了 1减去x三次方分之2 负的x 减去1 再加上x平方分之7 分母趋近负五穷大 分子趋近1 这个是负的无穷大 这是我们比较无穷大的街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写法 例如说Limit x去近无穷大 这是2x 2x-3的34 3x加2的54 然后是5x的 我们说是5x加1的54 这是20次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呀 我们除以x的54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x的54 除以x的54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2x-3的30 我们为了写得更清楚一点 20次 然后除以x的54 我们看最高阶也是54 你把它展开以后 那么你如果说 要用别的方法来求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我们把x的54 拿进去 分个 现在分子里面 分个30次到这里面 分个20次到这里面 分个30次到第一项 分个20次到第二项 除进去 就变成了 2减去 x分之3的30 再乘上3加上x分之2的20次 然后分个50进去 就是5加上x分之1的50 然后分子的limit是2的30 乘上3的20次 然后是5的54 我们最后再讲一个 我们是尤其要特别注意的一些情况 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都是x区间无穷大 那么如果x区间负无穷大 又有根号的情况 那么有是正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刚才在这里讲到了 这一个x区间正无穷大的时候 x大于0的话 x可以写成是根号下x平方 那么如果是区间负无穷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例如说x区间负无穷大 那这是2减x 好 根号下6x的平方加上7 那我们看分子的最高阶是1次方 分母的最高阶相当于也是x的一次方 我们同时除以x的一次方 那么就是x分之2减去1 那么这里是6x平方加上7除以x 那这个时候我们x拿到根号里面去 它就不能直接写 那么x就要写成负的根号下x平方 因为这个是x小于0 根号下x平方它是永远大于0的 那么你或者说是根号x平方 我们通常是写成x的绝对值 好 你要确定看x在什么地方 x本身小于0 那么你要写成根号x平方 它一定在外面加个负号 所以说 所以我们是变成了根号下6x平方加7 除以负的根号下x平方 然后x区间负五分大 这是x分之2减1 好 然后我再把根号x平方拿进去 变成负的根号下 就是6加上x平方分之7 然后分母是负的根号6 分子是负1 所以说根号6分之1 那这些就是我们求极限的一些初等方法 差不多是初等方法 那么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我们在随后的这些视频里面 我们会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